現在這邊都是認識的人嘛 大家也有打過牌嘛 所以我就可以講快 我現在講的是牌銷的一部分 牌銷就是教你怎麼做牌 然後把牌做比較好 不是那個老劍的做牌 好不好 我想基本大家都懂 但是我還是大概在帶一下 順子是什麼知道吧 柯子是什麼知道 那 這些總統是面子 那他們的上一步是什麼 面子的上一步是什麼 面子上一步 什麼叫上一步 陳面子之前 這個叫什麼 這個 他有個裝有名字喔 他叫 他叫搭子 喔對搭子 那今天我就來介紹 那是塔吧 中洞聽牌 搭子 基本上順子搭子 三種 一種是兩面 四五嘛 然後聽三六嘛 聽兩種牌 然後再來是 像這種 中洞 三五 聽四 再來是像這種編章 一二 聽三 那哪個最好 兩面 兩面沒有 因為他有兩種 有八張 對不對 當然我們算張數的說 我們要考慮到就是 河面上你出了多 場上出了多 然後再扣掉 也如果說兩面 然後你都已經出五張 當然這個兩面就是不好 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看場上 那 這邊八張嘛 這個都是只有一種 就四張嘛 那這兩種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喔 這兩種 卡張和編章 他們之間哪個比較好 卡張編章 卡張編章 哪一個比較好 卡張是卡張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這樣子啊 對 沒錯 因為他可以轉張 編章不能轉 所以我們 我們考慮進張的時候 我不只會考慮說 第一步我們會先考慮 他可以直接進多少種牌 第二種我們會考慮說 他有多少種可以改善的牌 譬如說他除了進四鎖以外 他還可以進六鎖 改善 然後變成兩面 然後這邊也可以進二鎖 那這個就是要轉的話 你還要再轉兩步 所以這個就比較差 那同理 這兩種哪一個比較好 這個 這一個嗎 他有兩種可以轉對不對 他只有一種 他一摸一鎖就沒有用啊 他只摸五鎖轉 所以中間的卡張又會比較好一點 大概這樣子 那 我們 基本的搭子先講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介紹 複合搭子 複合搭子就是很多張牌 湊在一起 比如說這種 三四五六 這叫什麼 這叫四連型 四連型的特性呢 就是 其實 你可以把它拆成這樣看 它是兩個兩面 兩個兩面 所以說當你如果說你旁邊牌都很亂的時候 你不要把它看成一個面子 你要把它看成兩個搭子 然後這樣子再進牌 會比較好 那四連型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再進 譬如說 進五啊 然後 或進四 就變兩個 就變成一個面子 加一個搭子 或是你進二 進七 變三面丁 日二搶的地方 它有機會變三面丁 那如果說你進三 進六的話 比較差 就比較差 但是至少它可以做缺斗 那 它還有一種就是 進一 進八 其實這個也算是進一張 等於說四連型 你看這種中間的 三四五六 它有八種牌可以進 從一到八 每一種它都算進張 所以它效率很高 進一跟八 進一跟八的話 就是假如說你真的 假如說你真的在人家拼速度 有時候你不算聽著卡張 有時候你也只要禮止 對啊 對啊 可能要威嚇它 或是你牌超大 那就算你卡張 你也可以禮止 不然你萬一 你不禮止 然後沒有意 然後剛好人家打你 虎不到 你虧很大 所以有時候卡張也是很重要 那四連型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種 這種 TOMS 這個我們叫中膨型 4556 這個其實它也是可以把它看成這樣 但很多人初學馬將的時候 可能會就直接這樣把它打掉 對 對啊 所以 這個要注意 那它的 特性就是 它很容易 會不小心變成一杯口 嗯 不過它的 它進章的廣度 沒有像四連型說 一到八 全部都可以進那麼廣 但它有機會可以變一杯口 那這是它的特性 那 另外 如果我們換個 換個方向 如果是這樣呢 嗯 過招 結果也沒有一 有一三 有四 你只能這樣猜 一二三 這個這樣子有用嗎 沒什麼用 就沒什麼用 因為它這是編章 沒有用 那通常就是 這個東西 它比一般 骨髒的二手還要爛 因為它旁邊 一三還都出一張 你要摸的機會更少 就是這樣子 那 再來 它有一種 東西 這個 骨絲 這個 骨絲 骨絲 這個東西 在你旁邊 比如說像這樣 欸 呵呵呵呵呵 先這樣子 先這樣子 嗯 嗯 這樣好 不對喔 不管它 不管它 呵呵呵 嗯 當旁邊 沒有雀頭的時候 這個 很強 因為它可以聽三 聽六 帶帶四 對 三六帶四 可是當旁邊已經有一個雀頭 東西就是 沒什麼用 因為通常 你都是會把這個打掉 所以 這個它是它的特性 那 還有 嗯 嗯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有效牌重複 該嗎 有效牌重複 有效牌重複 三四六七 對 比如說三四六七 喔 是的 那個 三四六七 那中間會 那 那 反正 中間就是會 六八九 二三五 對 二三五六 中間有一個重複 你就掃進了一種牌 對 這是叫 有效牌重複 那 銅底 五五六六 這個是不是有效牌重� 嗯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好不好 還不錯 兩組四七 其實它是還不錯 它也是兩組兩面 但是它比我們前面說的什麼四連型 衝鋒型又稍微差 雖然說它看起來變成一杯口機會很大 但是其實它兩種都重複 這個 這種 形式 其實 如果真的要選的話 我們會比較不想選這一種 因為它雖然可以變一杯口 但是它 近的機會變小啊 你活不到就沒有意義啦 那通常 我們會選擇拆 如果說真的 旁邊的都很好 變成要拆這邊的話 我們通常會選 把它拆 拆成三張 變成這種什麼 五五六 這種複合的大指 這樣會比較好 那再來 我發現大家的程度都比我想像的還好 所以我可以再多講一點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我們是叫兩槍 或是 你剛剛說是叫什麼 就跳一張 跳一張 就三五七 二十六 這種兩槍 有錯呀 兩槍 那它的好處就是 它有兩種還可以進 它等於是兩面 另一種 但是它要花三張牌 它只要花兩張 而且如果說你到時候 你聽牌 這個會變卡張 這個會變卡張 那兩面就是兩面 那這個會變卡張 所以這個 這個在後期比較差 但是它在初期的時候是很強 跟兩面一樣強 卡張就是變這種 對啊 比如說你這邊 一邊進一張牌 然後就變成 聽 要嘛就聽四手 要嘛就聽六手 你選到要進哪一個 這樣不是多兩幅嗎 多兩幅 但是 你就少一種 而且兩幅其實 意義比較小 意義就是多兩幅 你通常多兩幅 你也不會進入 很少一進入 很少一進入 我常說那個兩幅才進入 嗯 小後 那兩槍它有一個特性就是 所以當你這樣子的時候 可以做陷阱 比如說你剛好 打六 打六 立直 然後人家可能會 沒牌的時候會打三鎖 對 那另外 兩槍這個東西 有時候會變得很難看出來 比如說 5 2 3 2 3 這種 這種嘛 這種 你們應該是有經驗 這種 看得出來嗎 它除了可以進 1 4 還可以進6 因為它這樣拆出來 它是兩槍 所以它這邊可以清一張6 這樣是 1 4 6 對 對 那再來 另外還有一種 嗯 嗯 嗯 二手 這邊 這種呢 一杯一口 旁邊 隔一隔一隔 然後一張 246 對 有沒有看出來它是246 如果不小心沒有看仔細的話 你就會把這個 輕易的打掉 然後你就少一張 無所可以進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要特別 特別記下來的話 會很有用 嗯 我想想看還有什麼要講 嗯 我覺得你們吸收 應該說本來就已經有底 所以對這方面吸收很快 然後 然後 剛剛是小螺子還是大螺子 大螺子喔 大螺子喔 大螺子就是像那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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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那種 或是 最常見的兩種 聽五張的警示就是 四手 聽五張 裡面聽 然後 四手 這個 前提是 旁邊沒有雀頭 前提是旁邊沒有雀頭 你現在是沒有雀頭狀況 然後雀頭在這裡面找 這樣聽幾張 12345 12345嘛 對不對 對 這個就不分解了 就 自己慢慢想 這個很容易看出來 313嘛 這個叫做三明治 那就很容易很容易看出來 不過 因為你一定要旁邊沒有雀頭的時候 這個才有用 才有用 兩個小螺子 另外就是 那個嘛 1 2 3 反正就剩大螺子 我吃到就 應該就差不多 這樣子 剛才我講的那些 應該還蠻好吸收的 好 那我們 從頭開始 講一下 一開始摸牌 我們剛剛都是講搭子 面子在之前是搭子 搭子在之前是什麼 單張 對不對 在之前就是單張牌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單張牌的 優劣要怎麼分 我們先隨便摸 假設我隨便摸牌 很爛 很爛 等一下怎麼都懂了 摸一堆腰牌是嗎 摸一個正常一點的牌 也不要太爛 什麼東西啊 我看我今天還是不要下場 先把牌好了 好的要牌 是幾下 是難得來下場一下 好啊 等一下會了 哪種 會成 這副大爛牌 其實還不錯 第二副13 現在14張嘛 三色同事 好 假設我現在是 莊家 我是東廠的莊家 那這裡面 西風南風 西風南風 是最差的 因為這是客風 完全沒有義的 那你可以先打 打掉 先打哪一種 不過 其實 沒有其實要講的最精細的話 先打 先打難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先打難的話 其實差距很小 先打難的話 就早點 就早點讓 先打 先打 因為最早打的人 最早打的牌 他被碰的機會是最小的 所以你把西流 留後面一點的 搞不好那個西家 剛好就 碰到 然後碰 然後就比較快換 所以這兩個 如果硬要分優劣的話 他們是 可以先打難 再打北 隨便打 不過這個差距很小 所以這個其實知道一下就好 隨便打 通常計較這個 兩部計較 就是 看牌看自己 有重要 那這邊 這個打掉了 摸兩張牌好了 三色同勝 摸 摸進來 火爛 現在怎麼摸成三色同勝 火爛 沒有 這開始就兩色 7.9 7.9 7.9 8.9 那像這樣子牌 一眼看到 這是三色 摸太有特色 沒辦法 我本來想要清淡一點講 沒關係 像這種 也像這種 這個就是有效排除 很糟糕 如果是一般情況 我們會分析把這個打掉 可是他既然有這個 今天要做三色 今天要做三色 那那那那那 那我們就應該要打這個 好像 沒有其實也不對 我們 你如果真的說要做三色 九手要留下來 但是六手 六手它是一個故障 它是一個中障 它是一個價值很好 你不一定要先把它打掉 你還是有可能摸 丟一萬啊 這種東西 或是你再摸一個 這種啊 反正就是他摸到牌的機會 還是比其他 比如說 這種東西好 對不對 一星期 八 對這樣子 你說像這樣子 這個八鎖 因為它這樣子是複合搭 通常 要七八九 要七八九 但是 如果你真的萬不得也的時候 比如說你又進一張八 那也是可以把它考慮 或者是這樣子 把它做成那種 缺頭 這也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所以 通常這種 我們湊在一起 我們不會隨便把它打掉 特別是 初期 剛開始 就什麼都很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個啊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太遠 不是嗎 二鎖 二鎖 那 二鎖 也可以 一萬 比一萬好一點 但是二鎖 這兩個還是有差 打牌後不會有自己走 這兩個一樣 那 基本上 通常我們會先打 邊張 邊張 特別是 如果說你今天是 這種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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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4的E 這是垃圾 跟柯峰一樣爛 直接把它打掉 只會你有三色 不然這個東西真的沒什麼用 那這個 它好處就是 它至少還可以進三手 這個 越靠近中間 它價值還是會比較好 它一排的話是因為 有時候你會成對 對 那 一排的價值 它會取決說 你的牌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牌很好 都是什麼 兩面啊什麼的 那你可以考慮 早點把這個打掉 因為你不想讓別人通 你久了 別人可能就摸到成對 然後就把你偷走 那 這一副牌 我覺得先打 先打 1 1 它雖然 有型 但是 你看它缺搭 這樣子算一搭 三組 三組 它還缺很多 它還缺很多 所以我們不要放 太早放棄機會 多少 6 1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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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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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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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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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